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持人好 大爱前几位的观众大家好 继续来欢迎的是李正颖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李正颖 在今天后来我们的戏剧看到 其实阿公对于家里面这些孙子辈 他会去跟爸爸分享 跟你的公公分享说 其实如果把这些事业交给我们的怕孙子 其实要适才适用 对不对 但是师姑有跟我们分享过一句话 你说什么 幸福跟无常是怎样 那姑姑有没有跟你说 人家说 幸福在前面 无常在后面紧追着 他这个无常在后面追 他追一定会被人家追得到 当时候应该是说 家族当中面临到的一个事业很大的冲击 对 其实让阿公其实也是心力交瘁 然后再加上年纪也大了 其实是往生也是很突然的事情嘛 他老人家他有一点慢性慢性 但是每天都在店里头 因为他们这个米店经营好久 早期我公公也到日本去买米 最早期他们那个米是做得很大 那随着这个时代的歧视 那个米店 以前都要交给农会 交给我们地方有人买它 就这样再收购嘛 后来就没有 就变成超商什么 所以到最后就 环境在变 对 所以可能会有一些些前景堪忧 对 然后就会这样子 那再来就是年纪大了 其实身体也负荷不了 但是那是阿公啊 接下来是看到郑元啊 阿公往生之后没多久 其实郑元就生病了 对对对 对不对 对对 阿公走了隔年的四月 他就四五月就生病了 我们之前曾经有聊到过 我们身体的不舒服 有时候都是太自信 因为我年纪还轻 对不对 郑元那个时候也不过才二十多岁啊 二十八岁左右 二十八岁 那是你 二十九岁 二十八岁 二十九岁 身体有一点累累的 你会警觉吗 不会耶 对啊 二十几岁一定是撑着的 觉得没什么 工作累没关系 我就撑着 本钱 对对 所以在这一次小生达到说 原来这个师兄一累 突然间就这么走了 你一看到剧本的时候 有没有曾经一刹那的震撼 有啊 有啊 也是觉得说这个五场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要来 对 他真的是撑着 有一次他去看医生 医生问他 他说那你现在在休息说没有 我还是在扛 你可以扛多大 他说一百斤没有问题 天啊 我看他是硬撑着 了解 没去跟他关心 对 没去跟他说他为什么会这样 你想说他就是好好 每天去做室 每天回来 所以你看看我们年轻人有时候都太硬撑了 而且自信太满满的 如果是你的话 发现一点点身体不舒服 你会放下吗 就是以前 如果工作很累的时候 我会撑着 觉得没有什么 因为我平常有运动的习惯 对 有在运动的习惯的人 我发现又会更会撑 因为你本来运动就是要承受那肌肉的疲劳 所以你自然的 你如果身体的疲劳的话 你会很自然的 你会去 复合承担 复合 对 你会觉得没什么 我忍一下我过了 可是其实那个都是累积的 对身体的伤害 年纪越大 这个伤害是越明显 我现在看到周围的人 包括自己的家人 我真的是 他们如果愿意听的话 我真的是 我会努我所有的努力 劝他们 真的哦 所以你是一个 十年的人 会 现在变成这样的 因为自己有体会到 对 自己没体会到的时候 没什么 累嘛 不过就是累嘛 这是个感觉而已嘛 我还是能走 能呼吸 能跑 能跳 不行 撑久了 这是还是吃不消的 因为我想可能正元大哥 那一辈的他们的责任感又更重 懂 古老的男人其实耐力是很强的 对 女性同 女性也是 但是所以 就是说变成他们更会忍 相对的对身体的伤害就越大 了解 你知道之前 你的先生是不是习惯性 家里承担那些事业的时候 有事情他不太跟你说 他都会习惯 没有听到他说哪个地方不是 对不对 没有从来没有 所以他是把压力放在心里头 我想是 然后没有抒发 而造成了其实压力大 然后生活又不够正常 疾病才会随之而来 我想他是太劳累 太劳累了 他那个 所以到你的时候 你会试着去抒发吗 我看 我以前也好像没有这么讲究 就是每天要面对的生活 就这样去 什么事情来 我就怎么样去面对 郑颖觉得 适当的情绪抒发 对身心是有好处的吗 我觉得运动是非常好的抒发 运动 在这个部分的话 当然我们会看到 剧情当中有几件事情 都很值得我们去提醒自己的 有时候戏剧呈现就是这样 让我们学习 我们没有做到的部分 对不对 对了 比如说郑元 把自己很多的压力 扛在身上 然后其实就像 就像郑颖讲的 适当的一个情绪抒发 或者是用运动的方式来施压 还有您啊 就是要身旁的人给你多方的关心 让你去警惕自己 那我身边的人说实在我一路走来 我婆家我良家 我的兄弟姐妹其实那种爱真的是给我很大的支撑 我的每一个弟弟 还有我妹妹 还有我那个当时就是我婆婆我公公 那我公公好的那就是没话讲我的公公 是真的是非常好 尤其我婆婆 我刚叫过去的时候她会比较严厉一点 只是一点而已 她会教你说亮衣服怎么亮 哪一个可以晒太阳哪一个不可以晒太阳 她其实实在是教我 那年轻比较任性 都记得这个很多时候很麻烦 后来我先生走了以后 我婆婆整个人都转变 她就胜从我 我要做什么她就说好 走进慈祭上人都说贵人 这个都是我一生的贵人 回想起来好多 对 其实你会发现说我们可能长期处在一个 很习惯性的舒适圈当中 觉得天塌下来可能有人帮忙撑着 出了什么问题有人帮我出主意 可是突然之间有一些些变化的时候 当我们可以赶快勉强自己 去做一些些的适应 其实就会再重新去找到一个生活的一个模式 觉得自己绝对要勇于承担 勇于承担 别人看了她绝对愿意来扶你一把 对 请大家明天继续收看我们的竹男网视 感恩感恩来回的分享 感恩 感恩 感恩您收看今天大家会客室 我们下次见 导演本来就是一个要掌控所有演员情绪的人 那有时候跟你讲说要多一点多一点 少一点少一点 可能你会搞不清楚 都要多多少或少多少 所以她刚才又用百分之多少跟你讲 但我觉得其实也导演可是也是贴心的部分 因为其实在病房系都会比较沉门 然后会比较难过 她会比较用一点幽默 然后画解一下那个悲伤的情绪 我来去吧 好 等会来过来 去报警了 好 小姐 我在 好 等会来 好 等会 好 等会 是你大人 我们大人有自来选好的 大人 咱们快来 好 等会 好 等会 好 等会 是你大人 我们大人有自来选好的 大人 咱们快去 我们现在在博比较 博比较是拍什么 博比较是拍那个 博比较是拍那个 竹南街道的部分 像他们米店出来啊 从米店出来到街上 到乡村之间的过程都在这边 然后还有一些 对 还有一些市场啊 就是市集的部分都在这 我们街道部分是在博比较拍的啊 但这个只能单面 你出去只能右转 不能左转 先拍九场五场联系 然后从外面回家也联啊 对啊 都快要下雨啦 等下午后人这雨就来了 我们跑快 没有 等下下雨 对对 因为这两天台北市都是那个 来来来 快快快 动作快 来 那个空米袋 都绑到后面那 联系的 其实还好啦 就是看 就大概联系的位置 这些都要注意 所以每次都会先拍照 其实看状况 有时候是手写的时候拍照 就看复杂的程度 那如果比较复杂的话 真的是要记得比较准确 可能就会用录影的方式 会比较舒服 然后如果做一般的话 可能就手写一下 哪边镜哪哪去画 哪边什么颜色的衣服这样 没有 其实它很自动小细节 可以先做一段小细节 好的 老朋友 手表发布 往前只走 三五分钟 三连二十 在油猜我在背后往前只走 然后又转 不会吧 连十 手表时间也要连 非常要连 那不见吧 把导演来 他没见的 差一分钟都不行 那个副导演非常严谨 上次就是一分钟的 那个差异而已 然后他就是重拍就对 没有啦 开玩笑啦 就是说 这么小一个怎么看到那种 没有没有 有时候 有时候镜头带到还是要 还是要 就是要 要符合里面的时间 对对对 因为你也知道 现在的网友眼睛都很利 时间不对 还有谁都要拍到位置 来站起来 还有谁都很举手 对啊 就是不行啊 所以都要很严谨 嗯 非常非常 对 副导演也 也 蛮用心的我发现